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什么不同? 没有不同 只是你的认知不同 你认为是你修行的能量还是外边区别 你分别 那它就有不同 知道吗 树的能量、铁的能量、矿物质的能量 或者你认为那个东西不同 它就有不同 所有的佛陀是由你的肢戒起来的 你肢戒一如 内外一如 它就一如 你不起心多年它就相同 你说 老师你曾经说过 修行成果 光化的时候会发生爆炸 这个是什么意思? 哦 光化发生爆炸 它是一种修直观修定 我们体内是有些能量的 就是我们的心很散万 所以我们的能量拘不住 其实内外一如 人就是个宇宙 人就是个小宇宙 其实没有内外的 只是你有个我就内外隔开了 有一个小我 那么你打坐的人修行他 你会看到 如果你相信你有气脉的话 你会看到 那一关你会看到 假如你是个法界 只有你的心念是指的 指定 就是静下来静下来 然后呢 呼吸也调有了 很直很定很近的话 慢慢慢慢 里边的能量才会聚回来 就是你散乱 因为你的心散乱 所以能量是散的 但是你心不散乱了 就全神灌注 全神灌注 你灌注在哪? 灌注在身体上 然后你的能量 就会在每一个血鞘聚回来 然后在这些血鞘 形成一个一个 只要停下来 不动那些穴位 那些大的血鞘啊 人都外面 这些大的血鞘里边 会有一颗一颗 就像漫漫世界长的那个能量 就像能量团 这种能量团 它不是一个 是很多的 这种能量团 它是中空的 因为这是宇宙的规律 它一定是中空的能量团 就像那种 就像气球一样 这种能量透明的 它中空 你越定越止 越定越止 这种能量团 它的企迹 里边的企迹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它就往里聚啊 就像接丹一样 但是这个丹不是一个 道教的丹 它是一手下单 它是要聚在某一个穴位上 就专门在某一个 它把这个当成大的丹楼 然后呢 从七炉以上 就新炉一下 然后在这裂 裂一个出来 但是你要是不是 道教的裂丹的话 你就在每个 好多的穴位上都有 就小的这种能量团 但是它要通过 心性上的子啊 来定来修 然后能量就 就是 有的它当你定到一定时候 这种能量团 奇迹越来越小 密度越来越小 它就会爆炸 爆炸就是 就是 开始我们是气嘛 当你新子的时候 就成了能量团 然后这种能量团 爆炸这个时候 那一刻你会发现 那个穴位就像一个魔骨 有点像原子弹爆炸 如果你有天眼 你会看到那个爆炸的那个状态 就像一个魔骨 甚至你能听到它的声音 然后炸开以后呢 你的这一块脉道就转化成光了 从气到光 就有光了 就有光明了 你的身体上 就是说 如果你的每一个脉道 不断的经常会这样爆炸爆炸 慢慢你的气脉 其实是从气到光的转化 那你的人呢 就可以从人道进入天道 就是说 因为平时你们略气会说 我发气发气 你不是说发光 是吧 你在发气 发气 然后你就开始谈 我有能量啊 有什么 因为气呢 当你在气的层面呢 你是定不住的 因为气一定在流动 气是风大马在流动 它一定是定不住的 但是 从气到能量的聚集 然后到成为光 这个时候人就是 其实逐渐的从静到定的过程 从静下来到一直到定 当你进入光的城市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 你就开始有境界 然后就有光 光明 然后开始 开始能进入照的程度 因为有光明你才能照嘛 然后而且你很容易定 就很容易没有太多杂念 没有太多 对 烦恼还有 烦恼还有 因为你着相 但是呢你会 能够定一下 因为这方式定的 但是烦恼啊 肢戒上你要不圆满 你还会很苦 还有心苦 但是这就是看你的界地上 圆满不圆满 但是只是在这个 只台生理上的转换 那爆炸都恐怖吗 不恐怖 但是你如果有天野头 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是一个 像 变晚的 不你的身体是一个宇宙来的 不是在你身体里面爆炸 你没有肉体的 你只有虚空 无量无边的虚空 这个虚空不知道有多大 其大无外其小虚 而且在虚空中生起一个像 这么这么短 这么小的一个蘑菇油 你会害怕吗 你是虚空啊 然后里边有一个蘑菇油生出来 只是看风景了 像一个礼花而已 是不是 但是你知道你的身体 经常会发生那样的爆炸 经常会有 然后你就知道你的气脉在转 但是都会有 其实每个人都只是 每个人看到的境界风景不一样 就是说 但是一般都是从气到能量团 然后到光的转化 都会出现这些现象 其实所有的人都会有 只是就像你们不是很 对也会偶然会 这两家修的经济也会爆炸 一个两个的 但是只是你们不知道 很快就把那些光消耗了 很快就消耗完了 有光明你会开心一点 也可能有时候喜悦一点 而且定一点 觉得这两天很定啊 心得不错啊 就这样子 那那些东西跟舍力有关吗 嗯 也有点关系吧 有点关系 它是一种能量团的结晶 结合物 结晶 嗯 但是 我们身体里边是有一些 因为这个舍力啊 它就是个结晶物 气脉的结晶物 嗯 气漫的从无到有一个结晶物 嗯 其实有很多人有的 就是不修行也有的 甚至有的人说 我去狗啊 猫啊 身上都能烧出来 嗯 嗯 对对 说烧出来 就是这样 嗯 就是个结晶物嘛 但是 一个修行层次很高的人 他的结晶物肯定是不同的 不同 嗯 肯定还是有不同 那释迦牟女佛的结晶物肯定是不同的 他自知 他他产生的那种震撼力是不一样的 嗯 对你的影响不一样 嗯 因为人的等级不一样 众生是着想的 嗯 所以你说那个气定度 这是光能定度 比如说 光能定度好像也很难理解 光是不动的嘛 气它一定在流动嘛 你不可能让个气不流动 不流动它就死掉 它就会牙抑 它就会不正常 但是在我们三维世界 就是光不动 气是风大 气是风大 它风一定是吹来吹去的 风不可能停在一个地方 说刮风了 一定会知道风在转 你不会说 风就停在那 这不叫吹风 这不叫刮风 但是你说光 就这个灯 它就是亮了 其他的不动 我就是这个房间 这个光就辐射在这个房间 它静止嘛 有点静止嘛 但是光波其实也是在身面的 只是在人力的 你出的感觉里边 气的那个重要 对 对 就是这样嘛 但是你要着想的话 平时我们说着想 你只是突出的日子 其实你随着你的修正 你一直在着想 比如着光的想 也叫着想 你变成光 你就着气的想 着能量的想 着光的想 着波的想 着场的想 你都在着 还有甚至你觉得你是个震动 那都还在着想 甚至你是个空我 都在着想 甚至你是个如来到最后 着如来的想 就是这样 这些概念 就是在意识层面 制造出来的 概念 有概念 就有蚊子想 嗯 这些都要破 但是在做的过程 可能有个 有个字 就这样 嗯 因为我们有生 你觉得 你才 你会有不断的 有地方在转嘛 其实 有的人 他直接就坐在那的时候 他就把身体 就是 看不见了 或者有的是 他把自己的肉体 变成了一个单细胞 他整个身体就是一个细胞 这个时候转发都有不同 就每个人境界 差很多的这些境界 嗯 因为选择的法门不一样 所以他出现的路上的风景 差 切插外边 就是不可数 境界都数不出来 更多的 每个人在里面 都是要离开 那就是要离开 我也要离开 而是要离开 这种旅行 啊 的 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